成绩是 坤达成绩1分36宝 紧随其后是排在暂时的第二位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手亮哥 本音时间8月26日2024年 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 第二个比赛的这台火车经营当中 今天给他火计设的是 女子200米典勇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他火计设的主角 就是来自河北的鱼子滴 虽然的鱼子滴年龄才只有11岁 还只是一位小学生 也是中国游泳的超级新星 最终鱼子滴以2分09秒86的成绩 无权力的化 在预赛的时候 鱼子滴游出了2分11秒34的成绩 以预赛第一名的身份经营决赛 而这个成绩已经刷新了 鱼子滴的个人最好成绩 结果到了本次决赛 鱼子滴的状态更是炸裂了 今天鱼子滴处在第四拥道的位置 本场比赛 鱼子滴的最大地方对手 只有他近镜 鱼子滴也是本次参赛选手中 年龄最小的一个 比赛的时候鱼子滴出发非常不错 出来领先的韩礼中 入水后 只见鱼子滴率先发力 很快就冲到了第一位 刚开始鱼子滴就显得非常强势 填50米结束的时候 鱼子滴遥遥领先处在第一位 这个时候鱼子滴已经领先第二名选手 半个身位了 接下来只见鱼子滴继续在分离加速 只见鱼子滴游的节奏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也进一步拉大了和身后选手之间的差距 100米结束的时候 鱼子滴一马当先处在第一位 这也渐渐将对手门耍开了 150米结束的时候鱼子滴遥遥领先处在第一位 这个时候鱼子滴已经领先第二名选手1.01秒 比赛进入最后50米的充斥阶段 接下来只见鱼子滴开始展现 他的超强后程加速能力开始欢欢充斥 虽然身后的对手也在分离之罪 但是对于鱼子滴来说 已经构成不了什么危险了 只见鱼子滴越游越快 只见鱼子滴率先出币 最终鱼子滴以2分09秒86的成绩无旋力度过 鱼子滴再次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并将个人PP暂时提升了1.48秒之多 这对于短距离项目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可见鱼子滴的未来也是可期的 只不定他就是下一个张云飞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新山不改绿水残留 我们下一期再会